摸摸艾米 摸摸咕噜 咕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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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好 你们在干什么呀 我们在等你呀 又到了我们的 大自然小课堂 小旅行家们准备好了吗 嗯 去拍新照片了 咕噜 咕噜 出发 有一种特别的树 它的树干啊 又圆又粗 像挺着一个大肚皮 顶上的树枝却短短的 树叶也不多 而且啊 名字还很有趣哦 是什么树呀 看 它叫做猴面包树 好有趣的名字呀 猴面包树生长在非洲 它的树干能长到七八层楼那么高 而且啊 树干非常粗 要好几个人才能核抱过来 嘿嘿 它的肚子比咕噜的还大 咕噜 非洲的天气很热 又不常下雨 猴面包树能对抗干旱的环境活几千年 都多亏了它的大肚子哦 哦 它的肚子里装着什么好东西呀 当然是植物最需要的水分咯 猴面包树的树干就像海绵一样 每当下雨的时候啊 就会拼命地吸水 储藏在肥大的身体里 哇 就像大水桶一样 嗯 对 一次雨季 一棵猴面包树能储存几千公斤的水呢 喝饱了水 猴面包树才可以开花结果 长出许多像面包一样的果实 真的很像烤面包耶 咕噜 的确 猴面包果长得像面包 而且含有丰富的营养 猴子特别爱吃 所以叫做猴面包果 树就叫做猴面包树了 哇 猴面包树能吸水 又能长果实 真的好厉害呀 嗯 没错 在干旱的非洲啊 猴面包树不仅提供了水源 还供给人们营养丰富的果实 所以啊 也被人们称它为生命之树 猴面包树长得奇怪 但是很有用呢 咕噜 可不是嘛 猴面包树是非洲很重要的树 人们还把它印到钱壁上呢 哇 猴面包树太咬不起了 说得对 好了 来看看今天的问题吧 请问猴面包树的大肚子里装的是什么呢 A 面包 B 水分 C 海绵 我知道 答案是B 水分 答对了 艾米 小朋友们 你们答对了吗 哦 我们的小旅行家今天拍了什么样的照片呀 你们看 咕噜 这是艾米拍的 哇 艾米拍得真好 咕噜咕噜 咕噜的照片也很有意思 又收集到新照片了 咕噜咕噜 我们下次去看什么呢 想知道的话 记得回来收看我们下一集大自然小课堂哦 好 再见 再见